好了 刚刚看完的小米苏七的发布会 我们来看一下发布会讲的一些东西 以及说它价格怎么样 以及它会不会对竞品车型 对整个2024年的纯电车市场 有什么冲击变化没有 那么首先我们来讲价格 现在是有三个版本 普通版本是给到了21.59万元的价格 这个骑车价格它包含了很多东西 比如说299匹马力的动力 以及说很长的700公里的续航 还有就是Napa真皮各种各种 还有中身的支架这方面是OK的 Pro版本是830公里的续航 增加了20.7度电 以及还搭载了激光雷达 也就是说还有508Tops的算力 那么这个配置它价格是24.59万元 当然还送了很多东西 比如说25个扬声器 车载冰箱 还有电动尾仪在这个版本都送的 然后最后是Max版本车型是29.9万元 那么这个版本的车型的话 那却是四驱对吧 然后50万级别以内 它的零百加速是最快的 就是有2.78秒 况且它还有对吧 有主动的空气悬挂呀 各种的东西 反正Max版本就是小米也是主力宣传的 后续我会在它发布会上面讲的东西 然后再结合起来大家就有所了解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首先雷总它讲的是颜色这方面 然后之前是三种颜色嘛 现在呢是增加了六种 现在一共有九种颜色 还有四种颜色类似 然后呢它又讲一讲水滴的大灯 有ADB自动切换远光灯的这个功能 然后是轮胎啊有四种轮毂 就是无论是舒适胎还是低滚主胎 还是说哎你要动力的 比如背带力呢 它就是运动取向的一个车型 是配备21寸轮毂 米其林呢它就是有低滚主的轮胎和舒适胎 还有一个是普利斯通的轮胎 Max版本呢它的轮胎是前载后宽的啊 然后是NAPA的真皮 然后健康的内饰啊 就是说啊反正通过了什么健康的测试啊 这是没有问题的 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说 它给到了内饰当中很多拓展的地方 这一点是我觉得雷总真的是从消费者的角度 去造这辆车的 就是无论是新势力也好 还是说老牌的一些传统造车 其实没有概念的 就是消费者需要什么 他们是比较之后的 但是手机市场不一样对吧 手机的话它非常的重视就是用户的反馈 然后所以说在车辆上面它有什么 有32处收纳的地方 然后有螺纹的那个地方 比如说你可以买它的配件 然后去插上去 说到这个配件的东西的话 发布会的最后是在讲小米的生态啊 生态这方面不光是家具跟小米的智能化的一个结合 而且还有就是周边产品这方面的 比如像一些储物空间 它是可以正正好好放上它的香薰的 香薰大概就几百块钱就是卖的话 但是大家想想就香薰这个配置 在一些版本上去选择的话 你可能就加在某个舒适包里面 那个舒适包就几千块钱 大家可以想想利润率的一个差别 对吧 我还有中共台的背部啊 就是这中共台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手电筒 这个手电筒 它还有具体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割那个安全带 也可以破窗 这一点的话非常重要 大家还记得就是在美国有一个富豪 就是华裔 他就是开车开到水里面了 当然是某个品牌 咱们不说啊 结果就是在水里面没有办法 割安全带也没有办法破窗 对吧 这个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啊 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你想想那么有钱的人 对吧 大家自己有物 自己敏啊 就这些细节的地方 我觉得做特别好 除此之外呢 它有25个扬声器 头整音箱 还有105升 或者是517升的前后背箱的一个容积啊 就前背箱和后背箱 天幕 它这次也讲的 就是给了两层的镀营的天幕 然后呢 在前挡风玻璃这里 也给到了三层的镀营 然后所以说隔热啊 隔子外线啊 这些是很有优势的 甚至来说 它愿意就是给到一个周边产品 就是你可以买一个这样脸啊 放在上面 或者说买一个前挡风的一个伞 然后放着 然后后面呢 它做一个雷似的对比啊 就是说 在38度爆晒1.5个小时 比Model 3要低12摄氏度的温度 就是车内温度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也没有展示出自己多少温度 所以我觉得 然后呢 再讲了一下雨伞的收纳 是有四个储物空间 然后就真的 我觉得雷总就特别实证啊 它标的CLTC是700公里 它实测了之后 是495公里 在高速里程上 实际上 一般人来说 就四个小时的车程 对吧 它也谈电池的造价 就是它跟我们是交流的一个状态啊 就是它也知道 就是电池的原材料先降价了 但是呢 就是电池依然是电动车的大头 所以说 就互相理解的一件事情 然后呢 它也谈到了 风阻系数 0.195的风阻系数 然后碳化硅的硬件 以及热管理系统 然后顶配车型呢 是810公里的纯电续航 然后800幅平台嘛 对吧 15分钟能够充能510公里 然后标准呢 是400幅的平台 然后15分钟是350公里 的充能 所以说 一个是21.59万起售 一个是 29.9万元 大家想一想啊 这个配置 这个数据 我觉得还是很有诚意的 真的很有诚意 然后呢 再讲它的自家 自家的话是分为两个 一个是Pro 一个是Max Pro的话是84Tops的算力 那么Max呢 就是508Tops的算力 然后有11颗高进行摄像头 11颗高进行摄像头呢 是全系标配的啊 然后而且呢 就是它的视觉系和激光雷达系 这两个都是同平台打造的 那么这一点就有个好处 某个车企 它实际上是抛弃了之前它走错误的道路 所以说小米显然是 就是获得了经验啊 就是知道 不能这样搞 就是不能抛弃任何消费者 抛弃任何车型 普通版的车型 之后的OTA也是会被支持到的 高速的NOA 以及说代客博车 几载 卫博车等等等等 然后5月份呢 是10层 就是城市OTA的开放 8月份呢 是全国OTA的开放 那么车机呢 采用的是8295的芯片 接下来就讲车机互联的这方面嘛 然后显示屏呢 是16.1英寸3K 其实就是一个小米平板的一个尺寸 它是支持手机和车机互联的 你上车它自动就联了 比如说车家互联 就是你可以通过车载的一个小孩同学 去控制家里面的家具 然后甚至还有回家模式 就这个可玩的东西 可以联动的东西是很多的 然后呢 甚至来说这个屏幕啊 它是实体按键都可以拓展的 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的牛逼 就是它真的把 就是互联网造车的核心的东西 给玩透了 就是我的一个拓展性 它真的做得特别好 两边呢 也可以放上一个氛围灯 然后上面呢 还可以放一个表情的一个包 然后下面是实体按钮 就是你喜欢实体按钮 你就可以买一个安上去 然后你不喜欢 你就丢掉 我天哪 就是这种思路 真的是降维打击 就真的降维打击啊 是2000兆吧的车身强度 七个气囊啊 然后全系标配主动的A1B 而且它这A1B呢 是PRO版本 就是说 当车辆监测到 就是前方的行人 比如说突然出来 看到你的车 就退回去 对吧 那么如果是呆版的A1B的话 就是会完全杀停 它的这个PRO版本呢 监测到它又退回去了嘛 它又可以继续的加速行驶 所以说 整个体验来说的话 结合上 城市OA的话 是会很不错的啊 最后呢 就是我刚刚开头讲的三个版本啊 就是雷总也是铺垫了一堆 所以就是说我这配置怎么样 然后又帮我们回顾了一下啊 确实这些配置 我觉得是没有毛病的啊 那么标准版 我个人是最推荐的啊 就是21.59万元 然后是零百加速 5.28秒 296匹马力 然后终身免费使用支架 然后包括它也送拿发真皮 送冰箱 然后还送呢 呃扬声器 这些加起来21.59万元 PRO版本呢 显然是830公里的续航 然后呢 有激光雷达 这两个东西啊 价值个两三万也是很正常的 所以它价格呢 是24.59万元 对标的是Model 3的一个价位啊 然后顶配价格呢 Max是29.9万元 那么 我个人呢 就在想 就是小米 出事之后 它对车企会有很大的影响吗 首先 我觉得它的用户跟特斯拉的用户 绝对是两个 井水不犯和河水 就是特斯拉的用户的忠诚度 是非常高的 就是现在大家都公认的这一点啊 买特斯拉的人群 就只会有一个特斯拉电车 还有其他电车 对 就是这个概念啊 新势力的车型 可能小米是会冲击到他们 但是就我个人而言的话 就是即便是2024年的话 小米的价格也确实是 很有诱惑力 很有竞争力 之前啊 大家说什么 雷军两个字里面 然后有电 有车 然后呢 又说他 对吧 有电不出头 然后有车 然后被盖 盖着 正话反话都被你们说完了 但是今晚我们都叫他雷神 有电不出头